阿這個是HOME meeting喔 你在幹嘛啦 開一點錄影機 OKOK 有興趣改進 他家已經開起來了 改進進了錄 看你要慢走 欸那個HOME meeting喔 欸安靜喔 欸我先頂個名喔 30號有人 沒有他就來 我就去台灣了 可是我昨天天問他 他今天要去喔 他很早發送 他有兩個 他還有一個 23號 OK 我需要你的課本 我先帶你做課本的習評 欸快到109頁 哈囉 欸我要帶你做課本的習提喔 請把課本打開 每個步驟我都會解釋清楚 好不好 我從後面做回去 請看到109頁的第11題 我們這檔課會把這個單元結束 然後進入下一個單元幫你起個頭 好不好 第11題這個題目 我給他兩個讚吧 哎呀兩個讚的題目喔 我看一下這個題目在講什麼 9的s次方 9的s次方 加上4倍的3x次方 4的3x次方 3的x次方 然後再點掉什麼 45 保錯單元 保錯單元 等會你 保錯單元 欸保錯單元了嗎 沒有關係 來我們看一下喔 欸這種題目喔 標準的SOP 應該怎麼做呢 呃他標準的SOP 是這樣啦 就是說 來Solution 第一個步驟先把這個9改寫 把它9寫成誰 3個平方 外面還有一個s次方 對不對 加上4倍的 3的s次方 減掉45 等於0 欸沒有問題對不對 指數率 次方再次方 會等於次方相乘 具有交換率嘛 對不對就是說 2乘以x 會等於x乘以2 所以這個式子 又可以寫成 3的x次方 後面的 哪個平方 對不對 這個再平方嘛 然後再加上4倍的 3的x次方 減掉45 好 等於0 啊這種平穩 其實做來做去 你會發現它 手法都一樣 請問你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對 我們做那個符號的一個代換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3的x次方 在這個題目的結構裡面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很簡單 我們就令 t 叫做3的x次方 內行人都知道 這個時候你馬上要寫什麼東西 欸 令t叫做3的x次方 這個t有沒有範圍限制啊 有啊 這個t一定 存怎麼樣 一定還正啊 它一定是個正數對不對 對吧 3的x一次方 是它的倒數而已 倒數還是正的啊 有差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喔 令了這個新的符號之後 我們這個原式 來 我們這個題目喔 原式 欸這誰 t0方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4倍的t 然後再減掉45 檔為0 以後同學如果想當老師啊 你知道嗎 除了會教書之外 其實我覺得應該具備一個技能 你有機會去看那個脫口秀 就是看脫口秀 你就會知道說 怎麼樣去 就是把自己的齒力 就是提升到最高的程度 那脫口秀真的是 會讓你就是 整個教學進步 那當然 像我的話 我教書是會啦 但是我那個脫口秀 那個部分我當然是比較不行啊 對不對 但我覺得看脫口秀 有助於你 就是 就是怎麼講 就是 那種感覺是不錯的齁 欸這個脫口秀可以看一下 欸 導演你看那邊 這個怎麼分解啊 欸你們會直接分解嗎 欸 不然我慢慢來好了 來這個是t 這個t 這個9 這個5 啊誰正誰負 呃 9正 欸 對這裡是加 這裡是減 對不對 欸 這樣沒有問題吧 所以這個分解之後 會變成t 加9 再乘上t 減5 對不對 是不是檔名 這樣可以嗎 然後請問你喔 欸 看這邊 你的t是一個什麼數 t是一個正數 所以你的t加9 請注意你的t加9 本身也是一個什麼數 它是一個正數對不對 欸 一個正數 乘上t減5等於0 請問你你的t是誰 我再講一次 你的t不是一個正數嗎 你看這裡 你的t不是一個正數嗎 一個正數加上9 肯定還是個正數嘛 正數乘上t會等於0 那你的t怎麼是多少 5啊 所以你的t是不是5 來 算出來囉 t等於5 然後你看喔 t是誰 3的s之方 欸 3的s之方等於5 欸 那請問你 s是誰 對 這個東西喔 如果你沒有辦法 很快的反應的話 我覺得 或許我教你一個想法喔 來這裡 3的s 等於5對不對 好 安靜安靜 來聽我做喔 我要算s不是嗎 我可以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兩邊同時取什麼 log out 來跟著寫 你可以考慮這樣做啦 如果你 就是 想要處理這x的話 兩邊同時取log 小鳥公式 小鳥公式 把x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 你馬上發現 x倍的log3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log5 那這一題不就手到勤來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你的x 這一題如果是填充題 你的答案就可以寫上去喔 就是誰 就是log5 再除以多少 log3 寫這個東西 沒有人可以控你分數 一分都不行 非常好 但是有人說 欸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用換底公式把它換回去 如果用換底公式換回去 你告訴我他是誰 log3 以3為底 5的對數 那你考試 你要寫這個 寫這個 寫這個其實都對喔 所以這是答案 這答案喔 這也是答案 要把它換成那個 小數嗎 你說什麼 0.6990除以0.4 不用不用不用 除非他題目有要求 不然你不要製作主張 自以為聰明 對不對 還在那邊算 他算一算想說 欸這什麼東西 不要這樣好不好 OK 這一題就結束囉 我要死掉了 要死掉了 誰要死掉了 沒事 喔 我以為你是要掛掉了 欸我們看第十題 來後面的不要聊天喔 我現在看一下這個第十題 給他幾個贊 兩個贊吧 四個 為什麼要給四個 兩個兩個贊不行啊 來 你仔細看這個題目喔 欸這個複習一下高一的機率喔 某一個隨機實驗 有三種可能的結果 發生的機率分別告訴你 請問時數K的值 先來回憶一下 高一學過的一個東西 一個隨機實驗 比如說 直銅板 直硬幣 抽球 對不對 拔杯 這種都是隨機實驗 一個隨機實驗 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 收集起來 它會形成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 是有名字的 稱為叫什麼空間 它四個字 我再講一次 一個隨機實驗 丟甩子 丟銅板 去廟裡面拔杯 這種都是隨機實驗 隨機實驗 對不對 所有一個隨機實驗 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 把它收集起來 變成一個集合 那個集合 是有名字的 樣本空間 對 對啦 有學過嘛 sample space 樣本空間 對不對 欸這高一有東西啊 你知道機率是什麼概念嗎 機率就是把樣本空間做分割 所以機率是一種拼圖的概念 其實我覺得啦 高中生喔 這樣理解 其實是相當不錯 怎麼樣喔 機率就這種拼圖的概念 你直接看這個題目 做一個實驗 有三種可能的結果 所以現在我的拼圖有幾塊 有三塊 來我這樣隨便切喔 有三塊對不對 好 三塊拼圖 然後每一塊拼圖 就你都可以去算它跟整塊嘛 這個完整的拼圖的那個比例關係嘛 那個就是它的機率嘛 它跟你說 發生的機率分別是 來這一塊啦 來比如說這一塊 這一塊是誰 這個叫做LOG 以誰為底 以4為底 K的對數 然後再加上 來這一塊 來這一塊 這一塊是誰 LOG 以8為底 以8為底 K的對數 每一塊拼圖都有一個機率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天啊我在幹嘛 好沒關係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第三塊 來 這個機率是多少 LOG 以64為底 K的對數 K的對數 我們高一就學過啊 你把這些拼圖 全部拼起來 整個樣本空間的機率是多少 1 所以這些東西加起來是1 你要算這個K 這個題目就這樣嗎 這個題目很無聊對不對 我等你喔 你稍微寫一下 這一塊拼圖 每一塊拼圖都有自己的機率 這樣可以嗎 知道吧 這高一我學過啊 好那我們現在來算這個東西喔 你知道怎麼做嗎 可不可以直接外面相加裡面相成 答案是不可以 為什麼 底數不一樣啊 那你說換底 我跟你講 換底就是我們的大局 我們直接換底 LOG4K 可以寫成誰除以誰 LOGK除以LOG 對跟著寫囉 你們108克剛請注意喔 換底 以6換成以誰為底 以10 以10 以10為底 所以我這邊底數都不寫 加上 來 LOG8K這個是誰除以誰 LOGK再除以 LOG8 再加上 LOG 以64為底 K的對數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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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欸 換底換完了沒有 換完了喔 就這樣喔 欸 接下來要做什麼 把下面 來 LOGK 然後這裡是LOG 你知道我們會怎麼做嗎 2平 對 4就是2的平方 寫上去啊 對 這一數字就是 然後在小鳥 對在小鳥 我跟你講這種題目就是那幾招嘛 欸 這個8就是什麼東西 2的幾次方 這個鬼滅之刃的梗喔 就是這樣 就是你知道什麼1之型 2之型對不對 我們這個LOG就是這樣嘛 第一型就什麼 第二型就什麼 就那幾招 對不對 那幾招在那邊combo 那邊組合來組合去 就這樣而已啊 來 最後一個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LOGK 2的幾次方 然後這裡是LOG 64是2的幾次方 64 64 好啦 接下來 哪一型要拿出來用 小鳥公式啊 鳥之型 好不好 鳥之型 鳥之型 對不對 這要怎麼講 LOG呼吸法 不知道第幾型 叫鳥之型 對不對 小鳥公式啊 所以這個東西 來我們看一下 整理一下 它這裡變什麼 兩倍的LOG2 分支LOGK 再加上 來這裡是什麼 三倍的LOG2 分支LOGK 再加上 來 後面這裡是什麼 六倍的LOG2 分支 LOGK 好 小學數學的模式喔 來請問你這三個可不可以直接加 通分 通分 欸 要怎麼通分 兩倍的LOG2 怎麼變六倍的LOG2 要是幾倍 乘三喔 下面乘三 下面乘三 上面是不是要跟著乘三 對不對 通分啊 知道吧 分母要長得一樣才能加 三倍LOG2 怎麼變六倍LOG2 乘二啊 這二寫在這裡 然後這裡 上面是不是要跟著乘兩倍 對吧 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對不對 好 所以 好不容易喔 來我們現在要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請你告訴我 分母是LOG 六倍的LOG2 阿分支 三倍LOGK 加兩倍LOGK 再加一個LOGK 所以是幾個LOGK 六倍的LOGK 聽說加起來要等於多少 要等於一 二 你不覺得這種題目其實設計滿無聊 它就硬要跟幾率扯上關係 但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題目阿 欸 六六消掉 所以從這邊你就發現 LOGK 要等於多少 2 LOG2 來請問你 那K是誰 2 K就是2阿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的蘇A也就這樣而已 K就是2 哇 所以我們做完囉 K K